負民生態公園 負民生態公園是一個 台北市唯一的生態公園很稀有 所以呢我們應該保護 上網查資料看負民生態公園 有一些什麼垃圾的問題 還是放生的問題 然後去查那些被放生的動物的一些資料 我們原本是要推廣保護動物的計畫 然後我們發表完這個計畫之後 就有專業的評審跟我們說 可以改成台灣的特有動物 然後但是我們就想說 如果要改台灣特有動物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工人會有很多垃圾還有雜草 那些一堆有的沒有 他在做什麼研究 他是做對負民生態公園的一些研究 對負民生態公園的一些研究 對負民生態公園的一些 什麼國小 雲泉國小 蛤?雲泉國小 蛤?雲泉國小 我撿很多耶 對啊很多垃圾 這樣就不會爬了 不要進到水裡那邊 那邊不要進去 沒關係 看到就好 再去浮個水裡 然後再去浮個水裡 這一步耶 好 放進來 放進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覺得垃圾真是太難藏了 除了幫忙里長取垃圾以外 還幫他帶來參觀的宿舍 生物就生物嘛 所以人類破壞生物 已經破壞大自然的規則 所以 所有的生物 就連樹木 都是需要受到保護 不應該被人類肆虐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更加 守護這邊 這個公園 因為裡面有很多 平常看不到的動物 還有植物 個人希望六年級 還可以再做更延伸的東西 我覺得 我要珍惜大自然之 珍惜這塊 都在目的 都市裡的 目的 我覺得民眾們應該要更加守護它 我希望這個研究可以做到六年級 我希望這個研究可以做到六年級 因為我覺得這個研究對 整個民生社區的生態 很有意義 都可以做到六年級 在這兩年級 都可以做到六年級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六年級